银保监会贯彻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 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3月16日上午 银保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郭树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 并就做好下一步银行业保险业监管工作 做出安排部署 3月16日上午 银保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郭树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 并就做好下一步银行业保险业监管工作 做出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银保监会系统要深刻认识 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式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要坚决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和全国两会部署 担负其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 坚持发展是党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切实保护产权 捧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提高监管前瞻性有效性 深入推进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开放 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会议强调要按照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的要求 全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要指导银行保险机构 从大局出发 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满足市场主体合理融资需求 加大融资供给 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 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 扩面 降价 各部门和派出机构 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创新支持国家科技研究 更好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公关企业 和专精特新企业 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致效 助力新市民在城镇安居创业 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住养老保险 推动完善健康保险服务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持续完善稳定价 稳房价 稳预期房地产长效机制 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 鼓励机构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 重点支持优质房企 兼并收购困难房企优质项目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要按照市场化 卡制化 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机领方案 坚持稳中求进 通过规范 透明可预期的监管 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 红灯 绿灯都要设置好 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提高国际竞争力 要加强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 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会议要求 要积极支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要大力支持直接融资 促进融资结构优化 引导信托 理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 树立长期投资理念 开展真正的专业投资 价值投资 成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中间力量 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优势 引导保险机构将更多资金配置于全一类资产 支持保险公司通过直接投资 委托投资 公募基金等各种渠道 增加资本市场投资 特别是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 要加大权益类资管产品发行力度 支持理财公司提高权益类产品比重 保险机构发行组合类产品 要及时回应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 稳定市场预期 要积极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形成保持政策预期稳定一致的合力 3月16日上午 银保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郭树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 并就做好下一步银行业保险业监管工作 做出安排部署 3月16日上午 银保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郭树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 并就做好下一步银行业保险业监管工作 做出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 银保监会系统要深刻认识 同一到党中央对形式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要坚决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两会部署 担负其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 坚持发展是党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切实保护产权 捧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提高监管前瞻性有效性 深入推进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开放 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会议强调 要按照稳资当头 稳中求进的要求 全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要指导银行保险机构从大局出发 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满足市场主体合理融资需求 加大融资供给 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 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 扩面 降价 各部门和派出机构 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创新支持国家科技研究 更好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公关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致效 助力新市民在城镇安居创业 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推动完善健康保险服务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持续完善稳低价 稳房价 稳预期房地产长效机制 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 鼓励机构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 重点支持优质房企 兼并收购困难房企优质项目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要按照市场化 卡制化 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 坚持稳中求进 通过规范 透明 可预期的监管 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 红灯 绿灯都要设置好 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提高国际竞争力 要加强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 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会议要求 要积极支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要大力支持直接融资 促进融资结构优化 引导信托 理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树立长期投资理念 开展真正的专业投资 价值投资 成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中间力量 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优势 引导保险机构将更多资金配置于全一类资产 支持保险公司通过直接投资 委托投资 公募基金等各种渠道 增加资本市场投资 特别是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 要加大全一类资管产品发行力度 支持理财公司提高全一类产品比重 保险机构发行组合类产品 要及时回应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 稳定市场预期 要积极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形成保持政策预期稳定一致的合力